这个就是我整个梳妆台 这个就是在床头柜的基础上 然后再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架子 整个架子上面还会有分 第一层就是全部都是香水 第二层都是底妆产品 第三层都是护肤品 第四层都是结乱七八糟的 也是保养品之类的 什么防晒啊 面膜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就是梳妆台 今天就都是口红 因为我的口红比较多 所以我放了好几个架子 一个是这个架子 然后一个是有盖的 还有一个是这样子 好几层的 我会把色号抄向这头 到时候就可以好拿 然后像这个的话 就是放一些比较喜欢的口红 像这些就是随便放了 然后这层呢 就是一些比较乱七八糟的彩妆产品 这边就是全部都是化妆刷 然后这边就是彩妆蛋 有些还没有洗 像这个就是放一些什么小眼影啊 之类的 就这些比较小的眼影盘 单个单个的 然后像这边呢 就全部都是我眼影盘 超级多的 像这有好几层 这个是我最近买的 觉得特别好看的一个栽红绣绒盘 然后这边就是好几层 全部都是彩妆盘 像这个也是 然后像这个就是各种彩妆盘 然后这边呢 全部都是各种眼影盘 像这个盘我还是经常用的 然后这些这些 这个人鱼盘也是最近觉得很好看的 然后这边就各种各样的眼影盘 现在收拾一下 然后像这几个长的就卡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就是非常多 这些 这些已经多到这个抽屉快装不下了 各种网红的眼影盘 然后这盘也是旅游用的 但是用的比较少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些那边放不下的 一些杂七杂八的 什么卸妆精啊 这个也是眼影盘也放不下 然后这个是本来是 应该是归手到那边了 但这个因为太大 装不下 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然后这边呢就装门装一些腮红什么的 也是乱七八糟的 像这边呢就是也是 我专门买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架子 这边可以零零散散的装一些 就是闲置的产品 那这也是彩妆盘 超级大的彩妆盘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彩妆盘 然后这个彩妆盘 也是巨大无比很多颜色的 其实像这些很多色的 觉得买来就觉得很实用 但实际上真的用的比较少 纯粹就是拿来收藏的 这边呢就是我的储物间 然后这边就放了好几层的包包啊 什么的 然后这边这个柜子也是装化妆品 像这个就设计下面是装行李箱 然后这个上面就是装各种杂物 这边呢就是一些产品的铜货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有危机感 就买了一些铜货放着 然后这边呢全部都是面膜 多到爆炸 就大部分都是店里卖的 比如说像这天罗兰的就很好用 好像这是最近上新的 各种韩国的面膜啊 然后这个都是出国的时候买的 SK2的 然后像这些这些 然后这个呢就放一些 也是化妆精化妆棉绳的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出的洗脸精 我囤了超多 因为我用的很快 我都已经不知道用了几盒了 然后像这边就是 更放一些打气杂吧的杂物 像这Piss Me的睫毛膏 巨好用 我已经囤了很多盒了 像这些 中文字幕后有点红色